台灣新住民人口至今已有50多萬人 而新住民第二代人口也超過20萬 有些新住民因為不熟悉台灣的生活方式或工作形態 再加上語言的隔閡 遇到相關法律問題求助無門 有鑑於此 台灣新住民親子關外協會的理事長陳英俊決定創辦協會 幫助新住民朋友解決法律問題 之前台灣新住民協會也處理了兩件個案 一件是新住民的小孩在學校遭受到不當提罰 另一件是學生損害學校設施 校方未在釐清原因時便要求學生賠償 這兩起個案的共同點除了學生是新住民二代 家長不熟悉台灣法律之外 加上學校在處理事件時並沒有依法行政 讓新住民感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針對剛才那兩個個案其實我覺得他們有幾個共通點 就是說在家長和小孩之間 兩個個案的小朋友都是所謂的特教生 都有過動的情形 那在照顧這兩位小孩其實家長是很辛苦的 那學校在處理這兩個個案當中我覺得說學校應該要依法行政 那整個行政調查的過程其實都不是很完善 那再加上我們新住民姐妹對於我們台灣的法律也不是很了解 事件當事人也提醒其他家長遇到類似問題時一定要冷靜處理 與校方聯繫接下時無必要留下文字訊息或是電話錄音 以便保護自己 如果學生在學校受到歧視或者是暴力霸凌這些 我是希望家長先能冷靜的處理 不要拖時間 不然的話這個事情久了就變羅生門 到時候是自己的孩子不對呢 還是學校不對呢 真的家長和孩子其實是最後的受害者 而協會為了提升新住民的台灣法律常識 也經常開設法律課程 陳理事長也表示台灣其實有許多管道可以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所以呼籲各界釋出善意提供訊息 讓新住民朋友遇到問題時能夠圓滿解決 所以聽說新聞銀歌報導